大家好,今次是11月9日跑星期六的賽事 10場賽事又來了 頭場是跑條件限制賽的1200米4頒獎金 我選擇這隻13號的荷花福星做馬膽 其實這些場合都是有表現證明過的馬會較為有優勢 上一場插班四班 基本上是大晚閘 在後面游了馬可 略略追一下 晚閘之下都沒有儲勢 復科就說潘頓親自去考閘 這次出閘活動成天 10月28日潘頓親自去考閘 上季已經證明過 上季還是自亂一點 但一再追得好 這支荷花福星 潘頓親自去的質身馬 可以繼續秤 配腳 我選擇這隻9號追風絕影 雷神也幫他試過貨集 最後也有考驗一下 我們先看看貨集 雷神在後面 到最後才開始散開 到最後200才開始散開 雷神在後面 到最後200才開始散開 兩腳讓你看看 雷神在後面 測試一下 沈繩的馬初出 側身馬都有的 上季就有隻最合拍 看看這次會不會是最合拍的翻版 4號的城勢寬心 這些馬也是博 他有出賽 出過賽有進度 其實季初試過的閘已經好 開始留意著 但是跑落就一般 這次終於撿回好當 加些配備上去 這隻馬是要放頭跑 暫時要先放頭跑 應該會有表現 試襲也是試過 但是跑落又沒試過放頭跑 如果這次改變的跑法 我覺得 他憑賺出賽經驗在這裏 有點優勢 6號的佳健福星 又是跑過一次 其實初出蝕欣跑那場 已經有飛 10倍落到5.5倍 這些馬 初出在四班 已經夠膽 這樣落飛 應該是有些虛分在手 再試回貨雜 今次 撿個外檔 又是和他選配備 換一下楊明倫 又是有些賠率 博有些賺出賽經驗 這些馬 稍後留意著 如果初出已經夠膽 落飛 應該都不是流料來的 這場合 說來說 就是博上陣過 有表現過 就穩陣一點 十三號的河花福星 一定是穩膽 因為上季 新馬賽已經有證明 配角選 9號的追風絕影 初出馬 以及兩隻跑過的 4號城勢寬心 以及6號的佳境福星 1號城勢